一般主日的感恩圣祭都有三篇的读经 通常第二篇的读经是选自中途经书 即是中途大事录、书信和默事录 都是聚述初期教会以及初期教会基督徒的生活 中途经书的直接对象虽然是写给初期教会的教友 例如是写给当时的罗马人、哥罗森人、菲利伯人、格林多地方的教友 但是这些的信息也都是适用于现代人 因为中途经书向我们传达了天父的池外 基督的救赎以及我们的使命等等的信息 在特定的礼仪庆期 读经二的中途经书 就会数周连续宣读同一部的书信 例如在圣诞期 我们将会连续宣读若望的书信 因为这三封若望的书信都着重于天主 如何去连爱世人 如何去加入人类历史的奥迹 第二篇读经可以说是较容易理解的 因为其中所记载的都是一些基督徒 以及他们的团体生活 更重要的就是从经文当中 我们可以分享到 教会如何去表达他们的信仰生活 教会如何去接受信仰 如何去应付实际生活与信仰的冲突 如何在生活之中去体验我们的信仰 为使我们更加了解新约 我们可以研究当时团体的生活环境 当然今天香港的社会 我们的文化 我们的组织 与初期教会大有分别 不过其实古今基督徒的团体 都有着共同的困难和经验 其实我们所面对的问题 都跟当年基督徒所面对的可谓一样 当我们聆听圣经 我们应该从个人或团体方面去反省 而当我们聆听读经义的时候 我们都应该以团体的精神 去接受其中的寓意 去充实发展我们基督徒的团 中途与基督亲切的交往 使我们认识基督 听从基督的教训 我们既然是中途的传人 借着中途的分辉 更加使我们认识天父的大爱 加强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认识和了解 将基督的言行 将基督的教导 呈现于日常生活之中 使我们成为基督的见证人 都要我们 求主加深我们对感恩祭的认识 加强我们参与离撒的热神 与主结合 与兄弟姐妹共用 和牧主恩在生活之中去实践 主的教训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